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年第21號颱風燕子 離日本非常的近 外圍已經碰觸到九州了 預計在禮拜二就會進行到日本 整個影響範圍應該滿大的 雖然說它現在是中度颱風 但是事實上你看它的結構 還滿紮實的 另外就是台灣附近的天氣 老實說不受到這個颱風的直接影響 但是事實上過去這幾天 一直都有聽到這種浪很大 長浪的訊息 因為這颱風實在太大了 它的環流當然對我們區域的浪 是有影響的 所以老實說會有一些長浪 所以請大家 真的要有一些地球科學知識 有一個那麼強的颱風 如果你這說到海邊 就要特別的注意 絕對不要說有一個意外 有什麼意外 老實說這個都要大家一起提升 對地球科學知識的了解 就不會造成一樣的事情 台灣今天各地相對的很晴朗 雲量不是很多 午後陣雨的也少掉很多 但是明天開始 由於整個颱風整個北財上來 這邊新南風會被帶動起來 所以預計明天的午後陣雨 會開始稍微的增加 特別是禮拜三開始增加的更多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說 後面有冷空氣正在醞釀 開始有高壓了 北邊有些冷高壓開始下來 預計大概是在你週末的時候 這個冷有沒有看到 東北風 這個東北風開始慢慢地 往南下來了 可是這個時候下來的不會太多 所以溫度下滑的比例 大概一兩度的差別而已 但是要留意這個冷暖空氣 差不多就以台灣這邊為界 可能有一道封面在這個地方 但是現在這個 因為還很初期 所以縱使有封面 老實說雨可能不會很大 稍微不穩定而已 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大致上這個禮拜 可能週末會迎來 今年入秋以來第一道封面 這個不算早也不算晚 差不多都是這個時候 明天還是有些午後陣雨 稍微增多一點 但是禮拜三四五開始 會稍微增多 要稍微留意一下 午後陣雨可能呢 午後陣雨其實就像游擊隊一樣 看怎麼樣的發展 所以禮拜一晚上 隔離天氣大致上還不錯 留意喔 就是晚上開始有點變涼了 要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呢 禮拜二南部一樣是偶陣雨 要稍微注意一下 北部還是多雲道勤 但是南部偶陣雨 大致上呢 溫度都是維持類似的一個情境 白天就有一點炎熱的感覺 我們剛才的建議 中台燕子將會洗日本 週二西南風開始稍微增強 午後偶陣雨呢 開始稍微多一點 禮拜三會更明顯一點點 那週末呢 入秋首播封面會開始接近 所以要留意 溫度開始溫點變化囉 但是這不代表秋天就來了 這只是第一波 後面呢 可能還會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的增強 但是這個空檔之間 還是容易有秋老虎出現的 請大家多留意的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還有一步的 請大家多留意